美國跟以色列事實上是在唱雙簧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看到了很多 好像布林肯在做穿梭外交 沙特文也去了 房長也去了 參謀長也去了 那搞了半天都沒有結果 然後為了聯合國安理會要表決的時候 美國又給你否決 對不對 那另外一手呢 是不斷的提供以色列武器 而且還把核子動力潛艇 派到伊朗周邊的波斯灣 要阻止威懾伊朗介入 那請問你美國在幹嘛 美國真正在軍事上的部署 根本就是跟以色列是配合的 歡迎來到量子力學節目 我是量子 大家叫我量哥 以色列已經在攻打南加沙 那美國最近看到封城普普 包括這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還有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 還有參謀總長 這個布朗都先後去了以色列 可是我們看到 卻完全看不到樂觀轉圜的空間 美國是希望以色列你就再打三個禮拜就該停了吧 以色列反對 那這個表面上我們看 好像美國外交還在努力折衝 事實上 美國在軍事上卻不斷的提供以色列彈藥 所以我跟各位講 中東地區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懷疑 美國跟以色列根本就是在唱雙簧 就是說美國軍事上是支持以色列的 而且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清空整個加沙地區的巴勒斯坦人 那外交上擺樣子 不要讓阿拉伯或穆斯林國家認為 他好像都沒有付出努力 可是這中間 這個分寸的拿捏 美國自己清楚 以色列恐怕也是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的標題叫做 美以 美國跟以色列 美以加沙陰謀 浮上檯面 有一篇文章就這樣寫 他說美國根本沒有支持兩國方案 他是支持 這裡不能叫兩國 應該叫做兩個種族的隔離政策 他就說事實上美國是在複製南非的政策 以前的種族隔離 現在就是在以色列的境內 要造成猶太人跟巴勒斯坦人的種族隔離 他認為這個才是本質 所以你可以看到 拉塔尼亞胡為什麼會這麼種族主義 要嘛就是把巴勒斯坦人當作一整個群體 大家可以去想像 所以根本沒有兩國方案這件事 美國從來沒有支持以色列做過兩國方案 這第一篇文章這挺有意思的 第二篇文章講得更實在 因為他們拿到了美國國務院的內部文件 發現美國跟以色列事實上是在唱雙簧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看到了很多好像 布林肯在做穿梭外交 沙利文也去了 然後房長也去了 參謀長也去了 那搞了半天都沒有結果 然後到了聯合國安理會要表決的時候 美國又給你否決對不對 那另外一手是不斷的提供以色列武器 而且還把核子動力潛艇派到伊朗周邊的波斯灣 要阻止威懾伊朗介入 那請問你美國在幹嘛 美國真正在軍事上的部署 根本就是跟以色列是配合的 那美國的國務院被人家揭穿的這個文件 寫了什麼呢 他們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有一篇文章他就說 他說以色列事實上是要幹嘛 他根本就是要做種族清洗 不過這個清洗大家不要誤會了 然後要大屠殺不是的 他是要做種族的清空 就是要他就是繼續打藍家沙 那打到了一定程度 那埃及就會受到很大的壓力 那到時候美國就會介入 要求埃及打開邊境 讓巴勒斯坦難民進到西奈半島 然後就在北西奈半島的地方 建立一些城市群 那從此巴勒斯坦人就被整個趕出家沙 你看以色列先打北家沙 後來又打南家沙 他完全違反承諾 可是為什麼沒有人去治他 顯然美國早就跟以色列共謀了 所以未來我們即將看到 隨著南加沙軍事行動的上升 美國會施壓埃及讓難民進入 然後會施壓埃及要讓出部分的西奈半島 然後美國用什麼來跟埃及做交易呢 因為埃及是一個海外債務非常嚴重的國家 都是美元債務 那美國可能用取消美元債務來做交易 來交易 埃及開放邊境 讓巴勒斯坦這些兩百多萬的人 他說 A plan for resettlement and the final re-habilitation in Egypt of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Gaza 這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要重新安置 最後協助加沙的全部的人口 能夠安置在西奈半島 這是美國內部的文件 可見美國是有這種方案 被人家曝光 然後他開頭就這樣寫 這個作者叫做Ben Shabbat 這個人是以前的一個安全的部門 他說此時剛好是美國、以色列、埃及、沙特 這四個國家來合作 所以我這裡講白了 埃及跟沙特是不是也是在做虛招 所以你從這裡可以看到國際外交陰謀的可怕程度 這四個國家 是不是有點有的是做明的有的做暗的 那共同目標是什麼 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清空 讓他們搬到埃及的西奈半島 那他說有三個步驟要走 第一 先在西奈半島建立帳篷區 準備收容難民 第二 在加沙跟西奈半島之間建立人道走廊 意思就是 以色列打南加沙 那難民沒有地方去 逼他們離開 就跟那個打地鼠一樣 逼那個地鼠離開 那第三建構北西奈的城市群 這個就是國務院的文件所寫的內容 結果這個總編 這個David Hurst實在是看不下去 決定對他做個爆料 事實上以色列跟美國 我坦白說 這個對以色列來講 長期來講 是自絕墳墓 那美國呢 他等於是讓他的國際威信全部掃地 所以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跟以色列這樣的一個勾結 共謀 清空巴勒斯坦人的這樣的一種計劃 國際一定要予以阻止 那一定要回歸到 巴勒斯坦人建國這樣的一個方案 才能夠讓國際社會有一個公道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